今年60歲的功夫皇帝李連傑近日 在台灣宣傳新書 19日他現身簽書會 帶著他跟女性勵志深的 23歲大女兒 女兒外表亮麗 瞬間吸引大家注目 而在分享心路歷程的同時 他突然跟女兒道歉 也讓全場感動佩服 我也真的跟兩個女兒 我都覺得特別好 我這個大女兒 因為沒寫得太多 因為她太乖了 一直就是要做爸爸說什麼 媽媽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爸爸做什麼媽媽做什麼做什麼 但是前兩天我們倆談到11點 突然覺得 哎呦我怎麼是這樣的一個原因 因為她說 其實在有一段時間我很落實 就是 因為爸爸整天不回家 整天忙工藝啊 他說我的同學是誰 他不知道 我上幾年級他不知道 完了以後我喜歡的顏色 衣服他不知道 反正舉了五個我不知道 反正我真不知道 我就覺得我對了 為了社會做了很多居然 另外一個身邊的人我忽略了 所以我就跟她道歉 我就說我真的做了 可能有另外一個原因 是我兩歲沒有父親 所以我沒有半夜 我要從父親那裡得到什麼 所以我以為就是說 有錢你買什麼你幹嘛 哎我去忙了 不是 基本上把硬件照顧好了就決定了 其實孩子們成長是不需要 不只硬件還需要軟弱 所以我永遠都會在檢討自己 看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去向女兒道歉 女兒 對吧 我真的跟你說 咱現在是做朋友 我向你道歉 所以任何的父母 應當想辦法跟孩子做朋友 做同學 永遠在他們身上可以學到 我不了解 那個那一步 我覺得他們非常了不起 經常教我很多很多的東西 最後我就說一句 就結束了 我真的我是畫牢 說太多了 最後就是說所有在座的家人 年長一點的年輕一點的 多年輕一點的 反正如果用300歲的話 我們年長的都是青春期 如果300歲你們都是兒童期 OK 我們共同努力 不管年齡是什麼 健康快樂 我渴望你們都擁有 謝謝 謝謝 謝謝